妈妈,千万不要告诉哥哥你给我零花钱了 不然 七宝,你不要误会 没事,我没有误会 妈妈,我想买一个玩具种动员的发带 你可以给我一点零花钱吗 不行 可是我真的喜欢很久了,你就给我买嘛 说了不行 好吧,那我自己攒钱买 哇,我的发带到了,好漂亮 妈妈,你太偏心了 你说什么呢 我喜欢很久的发带,你却一直不给我买 但小原生不管要什么东西,你都会满足他 哥哥不是那样的 我都看到了,妈妈偷偷给你钱,让你去买喜欢的东西 而我想买的,却要自己攒很久 哥哥,你听我解释 妈妈,你可以再给我一点零花钱吗 你要钱干什么呀 哥哥喜欢玩具种动员的发带已经很久了 我想买回来给他一个惊喜 妈妈,千万不要告诉哥哥你给我零花钱了 不然 我让妈妈帮我保密 是因为我想给你一个惊喜 这是你最喜欢的发带 快戴上试试吧 我还以为是妈妈偏心 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们了 你和小原子都是我的宝贝 我当然都是一样爱你们呀 谢谢妈妈,谢谢小原子 那也是没想到 你和我零花痴